刚才说到 被内疆市中医院120出诊医生 判定为已经死亡的张厚明 人已经躺在殡仪馆冰棺里的张厚明 在他们家家属的凝视之下 这人活过来了 当时你想什么动静 这家人十多口子人 一下子就把这具活尸 从冰棺的裹尸袋里边给拉出来 抬出来 抬着就往外面跑 往殡仪馆外头跑 这人还活着 一边跑 他们一边还打120 也是打急救 得抢救 结果这次打120来的是内疆市第六人民医院的救护车 这个医生赶到之后 一检查 你说这张厚明给车祸给撞了 被判定 这个初步判定死亡了 然后又从这个殡仪馆冰棺里给弄出来了 这个时候医生检查他的体征 体温 36度8 不发烧 这是正常 呼吸 每分钟18次 心跳 每分钟 74下 这比我还正常的 赶快 这个送内疆市人民医院去了 可是 这边乡 家属打120 那边乡 殡仪馆打了110 报警了 为什么 因为殡仪馆也有理 说到我们这的没活的 你把人从我们这抬出去 你不是殡仪馆抢尸吗 这不是 报警 内疆市公安局马上通知交警一大队 射卡拦截 要拦这辆 抢走了张厚明尸体的车 但是也没发现这辆车 随后交警大队长紧急通知 马上到内疆市公安局开紧急会议 这个大队长讲 说我们一开始是根据医生的诊断 这车祸 这人撞死了 我们才把它当成一起普通的交通事故来处理 可是这个大队长的逻辑发展下去 他又说 但是家属把尸体从殡仪馆抢走了 这个问题性质就严重了 随后警察 警察都会破案 找人还能找不着吗 找到了内疆第六人民医院 张厚明正跟那抢救的吗 警察来了讯问张厚明的妻子 讯问他 说你知不知道 你们从殡仪馆把尸体给运出去 知道这是违法的吗 张厚明的妻子回答 我们拉走的可不是尸体啊 我们拉的是活人 同时在内疆第六人民医院的抢救室内 医生对张厚明进行了抢救 四十分钟后 当晚八十许张厚明被再次宣告不知 咱们可以说风凉话 可是人家张家人悲痛欲绝 怎么能接受这样的事情 我们的兄弟 我的老公 孩子的爸爸 这张厚明一天死了两次啊 这家属怎么怎么能平息呢 当时就在这个第六人民医院六医院 就就就就就就不干了 不让把尸体抬走 家属就而且要求这个六医院 给我们出具这个医疗记录 包括这个死亡鉴定证明 干什么 家里人准备拿这个 跟那个内疆市中医院 就那个判定张厚明死亡的那个 120那个中医院去讨说法呀 结果这六医院也怕闹乱的 现场跟这个家属啊 值个劲做工作 说你看这个尸体老这么停在这个抢救室 他不是还耽误了我们抢救其他的这个病人吗 反正说来说去吧 张家人最后算是同意 先把这个尸身放在六医院的太平间吧 可是 他们把这个尸体一抬出抢救室 马上看见 在电梯口啊 已经有几个警察了 张家人说是迟那是快 马上改变路线 说不不不不行 我们不能放前面间了 他们怕呀 这个尸体要是被警察抢走了 我们是赔偿也没法讨了 说法也没法要了 这事啊 我们怕就没人管了 所以呢 家属当时就把这个张厚明的尸体啊转移到抢救室 是隔壁的这么一间房里守护起来 谁都不让动这个尸体 与此同时 这个时候在这个医院里的张家的这个家属啊 人数已经超过20人 他们家亲戚多 但是饶使你超过20人 他们往楼下看 发现楼下已经停了多辆警车 咱们再来多辆警车